我们知道在泰国的佛教界 一直有非常多神秘的故事 这个是泰国的高僧叫卢昂普昂 他当时在火化的时候 居然火化完 他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 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以后 就开始把他放起来 就原籍15年之后 身体竟然还没有腐烂 不但没有腐烂 他的身体还透着金黄色的光泽 对 没错 那么甘蒙寺的这个 等于说高僧卢昂普昂 他是在2009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等于说 这个原籍了以后 当时佛教第一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做钢 而是就要把他火化 火化了以后就放在棺材里面 那么棺材里面请注意听 放了什么东西呢 为了让他能够早一点 等于说火化完成的话 里面放了消食 因为消食很容易引火 然后紧接而来 还灌了汽油 汽油是高辉花性的 等于说相关的燃料 然后紧接下来就点火 点火了以后 照理来讲 很快的时间之内 就会燃到最高温 然后烧成火化了以后 烧成骨头 看会不会有设立子等等 就没想到烧了十分钟以后 那么猛烈的火烧了十分钟以后 在场所有的人都见证到一个奇迹 是什么 火灭了 怎么可能呢 自己灭的 各位要听清楚一件事情 自己灭的 他里面放棺材里面放消食 然后里面还注满了 灌满了汽油 理论上来讲 不可能熄灭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两种东西都是那么毅然 而且他们一烧了以后 温度非常的高 所以 那么也是因为这样子 后来他身上的 铺在他身上的白布 有烧掉一点点而已 他整个人都没有影响到 那也因为这样 这个就是王国 对 也因为这样子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后来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有点像是我们说的 金刚不坏之身 在这个中国 还是台湾 叫肉身菩萨 所以他们就定期 会帮他在这个 因为他现在是用 玻璃的棺材 用这个 对 玻璃的棺材 所以他们定期帮他更换袈裟 泰国事实上是一个高温 又比较潮湿的地方 所以肉身菩萨 对这个泰国来讲 照理来讲他的难度会更高 那么从2009年到现在 已经长达15年的时间 他只是 那么他的肉身 有点脱水的现象等等 但是他的皮肤呈现 比较金黄色的一个色泽 跟一般来讲 那么这种肉身菩萨的方式 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把它当作一个 真正的一个等于说 这个神机故事来流传 那么除此之外 事实上在泰国 像这样的肉身菩萨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也就是龙婆瑞的 这个得到高生的肉身菩萨事件 龙婆瑞是在95岁的时候 那么因为这个生病 所以95岁的时候 原急了 原急了以后 他们把它放进棺材里 足足诵经了100天 足足诵经了100天的以后 那么100天后 打开棺材发现 那么在没有做任何的 防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么龙婆瑞这一位 这个年纪很大的 这个高生啊 那么他皮肤稍微变黑 然后呢 稍微有点脱水 但是呢 他并没有腐烂 而且他最特殊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啊 有些做钢的 或有些做钢的肉身菩萨呢 会把内脏去掉 因为内脏有时候 会容易腐败腐化 龙婆瑞呢 他事实上呢 他没有把这个 这个内脏去掉 他的内脏还是留着 留着了以后呢 那么就开始龙婆瑞的 各种各式各样的 这个传说就出来了 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 有一位泰国当地的黑帮老大 因为不爽龙婆瑞的 等等啊 这种什么神迹啊等等啊 结果呢 他就带着这个枪线来开枪 他朝着龙婆瑞 开枪的时候呢 开枪 枪就卡弹 枪就卡弹 那你会说手枪卡弹 没什么了不起嘛 所以他枪卡弹 他想说怎么会开 怎么会卡弹呢 就朝天上这样 砰的一枪就打出去了 打出去了以后呢 奇怪了 刚刚卡弹又拿来 又朝着龙婆瑞 又开枪 就又卡弹 又卡弹了以后 又朝天上 砰的又一枪 所以他的神迹就出来了 也就是你把枪对准了 龙婆瑞的这个等于说 卡弹 高僧的时候 他就卡弹 然后对天上 砰就打出去等等啊 那么有关于龙婆瑞 他这个佛牌也因为这样 因为这个神迹传出去以后 你要知道在泰国啊 他们佛牌 佛牌就是 那么这位得到高僧呢 他自己本身的一个 有点像是 我们庙里面 这个去求的相关的 那么那个平安符啊 等等那个佛牌 那是非常重要的嘛 那除此之外呢 龙婆瑞另外一个 比较著名的一个神迹 是在什么地方啊 是 那这件事情啊 泰国的这个等于说 这个 这称奇的是 有位农夫 有位农夫呢 那么在耕田的时候 突然间 打雷闪电 砰了 闪电把他那个农夫呢 直接打下去 这个农夫当场倒地 他的衣服被闪电的烧光 人啊 已经有部分的焦黑 那赶快把他带进屋里面呢 要把他送医院的时候 他突然间醒过来 醒过来的以后 他还问大家 到底发生什么事 大家以为他没救了 结果没想到 他豪华无伤 最后发现 他身上戴着龙婆瑞的佛牌 所以啊 这也因为这样子 当然民间传说故事啦 当然问题是泰国人深信不疑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人帮他做见证 就是泰皇 泰皇后来就把龙婆瑞 生前所穿戴过的袈裟 因为龙婆瑞当时是 寺庙里面的这个方丈 所以把他所穿过的袈裟 请到了泰国的王宫里面 加以膜拜 泰皇这样一膜拜了以后呢 龙婆瑞在泰国 而且把他封为 泰国史上十大圣身 所以有泰国王室跟国王的加持 所以龙婆瑞就成为他们 泰国十大圣身的代表 好 建民 另外就是中国今天有个非常腊杂的事情 是 朋友看到画面 他们竟然有一个叫做天兵公司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巧一个天兵公司 天兵这个火箭公司 他干嘛 他说我要做这个发动机的测试 发动机的测试 他竟然这个火箭就飞上去 飞上去以后在空中爆炸 下来变成一团火球 天兵科技公司真的出了大包 被大家笑的是真的是航空天兵 你看到这一个火箭 他到了空中之后 他疑似发动机 他的这个电子系统关机了 关机的后面 你看他本来这个引擎发动机 他在喷火的那个阶段 他就几乎像一个烟蒂一样 笔直了慢慢的慢慢的 然后就直接这样坠落到地面 然后整个掉到了 距离他的试车台 火箭发射试车台 西南方1.5公里的一个山上 整个砰就直接爆炸 炸成一团火球坠毁了 这个状况不应该发射 他们在进行什么 他进行的是一个火箭酒机 并联动力系统 静态的在地面上的热试车 我们知道这种航天火箭热试车 你的发射台 你一定要朗牢的保你的这个火箭的舰体 这个就火车 他在试车而已 他在试车而已 你就知道固定 他在固定 他那试车一样会点燃他的发动机 当时点燃的发动机的推移 他没有要让他飞上去 他没有要让他飞上去 他就要飞上去了 对 他发动机他的推移 那时候达到820吨 那时候的这个火箭的发射台 他的这个试车台 你就要牢牢的绑住他 你就是把他给固定住 不要让他跑掉 那时候连接他的连接架 跟这个发射台 和试车台 和这个火箭 于是他的这个系统故障了 没有绑住他 没有固定住他 所以他点火了加上他推力有850吨 那火箭当然会往上升空 就冲上去了 就冲上去啊 他没有要他升空 所以他本来要做一个平地的 这个所谓的推进器的试车 对 我要看这个所谓的推进器问题 有没有问题 对 就他就飞上去了 飞上去了之后 然后又感应到说 这不是正常的飞行任务 然后他的这个发动机里面的 电子系统又自动关机 关机了之后 他就没有那个推力 就直接掉下来 就爆炸了 所以除了这个大包呢 整个拱益式啊 方圆15公里范围 全部看得到那个这个大火光 火球啊 所以你看到远远的都看得到 而且听到那个爆炸声 触目惊心 刚刚讲的 我的天宫跟这个神车 都已经可以接了 不但这样子 我还可以到了月球的背面 不但到月球的背面 我还可以把月球背面的 土石给带回来 怎么连这个发射的 试车都出问题 所以系统故障 这是他们官方对外的说实 那系统为什么会故障呢 火箭的发动 它很重要是电子系统 电子系统 最重要是控制它的什么 晶片 那中国这两三年 不是在发动这个大基金 所谓的造晶片 他们叫晶片 造星计划嘛 那如果西方现在美国跟中国 在对你进行一个经济围堵封锁 还有科技的封锁 它不让你拿到晶片 还有关键的这个领主舰的话 就算这一个火箭 本来这次掉下来爆炸火箭 它本来想要比肩 想要对标这个 SpaceX的 这个它的一个9号 这个SpaceX 它著名的这样一个 这个其中一个火箭 可是呢 你现在性能被发现说 你怎么跟人家比啊 那同样的 晶片他们也想要跟这个 辉达公司来比 可是呢 你的晶片的产能 你现在凉率只有20% 也就是说你有八成的产能 是不对的 是不OK的 那你晶片不足 人家的这个工程师 又没有办法到你那边去维修 然后你的设备 你的零部件 不能维修 不能维修 那你的设备零部件又拿不到 那你 这种种种因素围堵之下 你要拿到好的东西 去充实你的这些火箭 当然就是难上加难 好 玉蓬 今天下午发生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 竟然有一个人 全身名牌的冲撞总统府 对 今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开了一台 冰室的163 163多贵 163大概要400多万到500万 竟然就直接在总统府外面 直接给它撞下去 撞下去之后呢 大家都吓傻了 你说这台只要400多万 对要400多万 是一系列最贵的 163好 撞下去之后呢 宪宾特警人员赶快过来 然后呢 下来之后 他全身名牌 光他的鞋子 就要3万多块 然后身上的那个Bellenshaga的T恤 破洞T恤要1万多块 你说那叫什么牌子 对 巴黎世家Bellenshaga 好 我听到Bellenshaga 真的是有钱人 好 更离奇的事情 是他冲撞之前 这画面是在哪里的 这画面是在内湖的AIT 他下午三点的时候 跑先跑去内湖的AIT 然后一直按喇叭 然后试图假装要往上冲 结果呢 他按完之后呢 保留人员 保留总队的人员 发现这个人不对劲 然后赶快联络台北市的内湖分局 说你赶快过来来 等一下 你说我开了这么名贵的车子 我上面涂了一堆东西 对 他就是涂了一堆东西 然后呢 他非常的生气 然后有想要去抗议这个 什么认知作战 所以他是先去AIT 然后呢 AIT弄完之后呢 内湖分局 没有答应一回事 就觉得说 他可能就是 就是比较 比较 比较激动的 然后就叫他走了走了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也没有去处理他的事情哦 因为保留认为说 他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 叫他回家 他没有回家 他跑去哪里 跑去撞走后腹 对 所以呢 现在来讲说 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 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 你先在AIT这边 就表示说 你有这个政治倾向 你有一些想法 那你应该 把案子 当成一个事情来处理他嘛 结果叫他回家 你可以开这个车 又是全身名牌 你很有钱 你干嘛还想不开 对 他可能就是 他可能就是情绪上面 他上面是比较激动的 所以呢 他就是离开了内湖之后呢 就跑去撞走中腹 那全身名牌 上面这一件衣服 就要一万多块 然后呢 对 虽然是破洞 可是呢 内线一万多块 然后呢 他下面的鞋子呢 要三万多块 然后那台车也要四五百万 所以他可能 对他的鞋 可能对政治真的有 非常非常的狂热 因为他车上 噴的那些 大概都是他自己噴的 所以你光那些什么 SOS啊 认知作战啊 你要再把那台车 重新的把它贴模 或者是要重新的喷漆 恐怕都要再花个几万块钱 好 瑞德 这件事也太夸张了吧 过去事实上 那么台湾常常发生啊 手动中腹过去还有 SARS车直接撞到大门里面了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在跑手动铺 对 所以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认为说 总统虎是一个 等于说 这个目标 你开四五百万的名车 你的身上随便一个T恤 都要几万块 你干嘛想不开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就是因为要撞到这个 总统里面 那时候本来差一点啊 那时候马英九的这个政府呢 还差一点演绎 我们那个凯达格仁大道 不是十车道好大嘛 本来要限锁道 只剩几个车道 后来认为这样子 为了一个偶发事件 这样子滑不来嘛 但是事实上 这不是最可怕的 我跑过一个新闻 是所有这种冲撞 等于说公务机关最可怕 交通部 为什么 上面有汽油 交通部直接撞进去爆炸 那一次 整个交通部那个门啊 这门没有办法 所以后来从侧门这样撤离嘛 整个 他因为自己本身 有这个开滑单的问题 还有一些 对交通部不满的问题嘛 他竟然 直接把整辆车子 直接撞进去 交通部的这个大门啊 造成大爆炸 那一次让我印象深刻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到底有什么深仇 大概更到那样的程度 说台湾又来了 必须用自己的这个生命来嘛 所以现在的总统部 为什么会有好几层 要有花圃 要有这个拦截网 要有干什么 就因为很奇怪 一有委屈 大家习惯去冲撞总统部 在abile选择 营到什么 请碭 看看 悟哥 让温柔 蹈